小皇帝带着小皇后在外面溜达了四五天,吃吃喝喝,走走玩玩,还去圣楼威胁了一通蓝溪尘,心情颇好。 回到宫中,他便让魏英先回凤七宫,自己准备去看看这几日堆积的折子。 哪知小皇后不离开,就要粘着它,无法,只好命人铺了后地毯,摆了个小案, 把折子拿到地上来看,怕魏英不舒服,还给他包了个披风,又散乱放了几个软垫子。 魏英就仰躺在他大腿上,看着他披折子。 一会抱着他的腰在他胯部蹭来蹭去,一会伸长手用手指点一点他的喉结。 一会轻轻隔着他的衣服咬他的腰,还嗷嗷嗷嗷地小声叫唤。 一会又趴着用下八点一点他的大腿,小皇帝认真披折子的心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去了。 放下折子,一把抓住他作乱的手,把人带起来就亲上去了。 嗯,夫君哥哥还要轻卫英软软诺诺搂住他的脖子,凑上来, 鼻子里呼出让蓝湛欲罢不能的香香的气息,任他再怎么想好好披一碗折子也不可能了。 蓝湛只觉头脑一阵血气上冲,复了上去,魏英直接不想动了,不过仍不忘要抱抱。 蓝湛宠溺地亲了亲他,吩咐门外的奴才伺候沐浴和准备避孕的小时,奴才们可是机灵着。 一听到屋里动静开始,早就提前被着了。 皇帝一开门,沐浴热水便送了进来,御书房离御迟远,大冷天的断不敢让皇帝抱着皇后跑远。 换的衣物,脏雾的垫子地毯,也很快就被换上了干净的。 没一会,避孕的小时也送到了。 魏英懒懒地不想动,蓝湛就一小块一小块喂他,吃完了怕他消化不好,还得哄着坐起来消时消时,不让睡。 虽说是皇帝,在这道像个爱操心的老妈子了。 且说温阳填饱了肚子,也不忘使命,又继续潜入宫中,不得不说,他的前行技能十分好。 要知道,圣楼可是一个也没混进来过,他这来来回回的两次了,居然没被人发现。 他偷听到皇帝都是塑在凤七宫的,就小心翼翼进了凤七宫,又找到了魏英的屋子。 悄悄进入,居然没人发觉,这皇帝和皇后也睡得太沉了吧。 他在心里吐槽,然后他就来到一个铺满了被子的床前,因为光线昏暗,他很自然地把鼓起的被子当成睡觉的人。 于是,两刀子下去,扑扑扑冒出一堆鹅毛出来,怎么没有刺重的真实感。 温阳定睛一看,根本就没人啊。 则,真是的,我怎么好像听到什么声音? 不是吧? 别吓我。 小竹子屋里没人吧? 没有吧,今夜不是留在御书房了吗? 对啊,要不要进入看看? 还是走吧,小竹子又不让人碰他东西。 糟贼了怎么办? 你以为这是哪啊? 宫里戒备多森严啊? 快走吧快走吧。 门外忽然传来小宫女的交谈声,温阳赶紧隐藏了气息,闭气躲在的床上。 原来是去了御书房,真是害自己白跑一趟,那就去御书房吧。 没了御,吃了小点,胃婴这会是越发困了。 闭着眼睛撒娇,拦战无法,拿披风把人包好,自己也披了一件,最后还是决定回凤七宫去,毕竟那个床他的婴儿最喜欢。 所有收藏都在那了,虽然他现在每个店里都放了颇多的被子软垫,毛毯子,随时给他背着。 他还是最喜欢自己的寝物。 所以,当温阳来到御书房时,又扑了个空,人家又往凤七宫去了。 温阳只想冒粗话,奈何他的陈哥哥从小不让他讲些粗俗的话,居然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现在的心情了。 兰西辰和聂怀桑冷战了几天,聂怀桑直接不回圣楼了,整天酒楼茶馆,喝得醉醺醺的,兰西辰到底是心疼了。 亲自去把人找回来,看着他居然忽然不知道自己怎么想,他心中的那个人始终还在。 可眼前这个,他也舍不得,可是,他明明只是把他当弟弟啊。 艾兰西辰叹了一口气,又摸出那块白色的玉佩, 兄长,兄长,为什么你心里只有他? 聂怀桑在梦里还在问他。 是啊,心里住着一个人,如何再放进另一个? 他到底不能接受他,他轻轻给他擦拭, 抚摸着他的头发,想起他从小就黏着自己各处去, 还学着自己说话的可爱模样,脸上满是宠溺,我该怎么办? 温辰接下脸上戴了快十六年的人皮面具, 露出那张曾经清诚绝艳的脸,他忽然有点恍惚, 他要守护的一切好像都离他而去, 他这些年,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而活着? 回忆,辰儿,真的不必做到如此地步, 父亲,那今世就是一大毒瘤,不防不除必有后患。 可是,一切都是我自愿的,你这是何苦? 父亲,求你把线线交给我,你疯了吗? 为了皇室,只能这么做了。 不可以,他可是你弟弟,你怎么可以? 温辰。温辰,你好狠的心,你怎么可以?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,你怎么可以抱走我们的孩子? 啊呀呀呀呀,魏英本来在蓝湛怀里昏昏欲睡, 可是一进凤妻宫他便跳起来了。 怎么了宝宝?味道不对。 蓝湛最怕他说这句话了,马上把人护住, 有旁人来过,味道有点熟悉。 魏英朝自己屋子走,门一打开, 额毛落了一地,被开门的风扶起,飘动起来。 啊呀呀呀啊啊啊,魏英先是大叫一声, 然后就扑到蓝湛怀里去了,手脚并用扒着不下来, 还一个进蹭,呜呜蓝湛英的被子破了, 蓝湛看到被刺破的被子皱了皱眉,有刺客。 来人,这是前所未闻的事, 圣楼的人不可能,那就是另有其他的组织了。 很快来了很多人,凤七宫的所有奴才们, 还有巡逻的侍卫、暗卫。 明明已经安排的水泄不通, 如何还能被混进来? 蓝湛的脸越来越黑, 他怀里的人还在闹, 他扶了扶他的后背,无视。 破了,我在帮你找一样的, 不闹了,嗯? 铺上面是最喜欢的。 夫君哥哥肯定找到一样软的, 不,更软的,好不好? 哦,小狼仔子嘟了嘟嘴, 又在蓝湛胸前蹭了蹭, 蓝湛以为他乖了, 谁知道,他忽然伸长了脖子, 对着窗户, 嗷呜啊呜呜呜呜一阵长吼, 然后四处犬吠四起, 相互应答, 接下来,整个京城都混乱了, 所有的犬类都往皇宫跑, 大的牧羊犬, 小的小精疤, 四处乱串, 搞得到处鸡飞狗跳, 人羊马翻, 凤七公被犬类包围了, 连禁卫军都抵挡不了, 卫英跳到屋顶上, 捧了被刺破的被子一抖, 所有的犬类, 一通文, 然后出发了, 温阳没找到人, 窝在御花园一棵树上想事情, 他的陈哥哥总是一脸忧伤地画一个人, 画了一张又一张, 他都记熟了, 没有错, 就是那个吃抄手的人, 可是他看起来比自己还小, 陈哥哥是怎么认识他的, 而且他看起来已经有婚配了吧, 他旁边的人那么宠着他的样子, 真好, 陈哥哥从来不会做那么亲密的动作, 对谁都冷冰冰的, 哎, 皇帝怎么都不好好在一个地方待着呢? 他叹了一口气, 忽然就瞧见一群狗往这边冲了过来, 今世地牢, 那个孩子还在吗? 我们的孩子, 温尘喃喃自语, 眼泪开始扑速速落下来, 十八年前, 他二十岁, 明明是中庸, 却生得一副好样貌, 加上家世显赫, 气质出尘, 剑术谋略都造以极好, 成为各名门世家的第一公子, 连当时的皇帝兰启仁都不顾他是中庸, 想纳他为妃, 不过他与他互为知己, 当他拒绝他, 严明必誓死效忠时, 兰启仁尊重了他的选择, 给他最高的礼遇, 他以真心真意辅佐于他, 虽然如此还是传出不少奇奇怪怪的传言, 说他以色弑君, 才得上位, 不过他坦坦荡荡也不去多礼会, 皇帝宫中三千家里, 他可谓仁臣, 却不会拘于人下, 然后那年温若含纳了一个小妾, 也不知是何人说丞相丧偶多年, 老当义壮, 仍需一个枕边的贴心人, 于是便给他献了一个昆泽, 作为大儿子的他去接亲, 便第一个见了他, 他的名字, 莫玄宇, 那之后一切就往他不敢想象的方向发展了, 他爱上了那个年纪和自己相仿的昆泽, 他偷偷去看他, 与他私会, 然后他的小妈就有了他的孩子, 为了不让人发现, 他们把温若含灌醉, 造成温若含与莫玄宇圆房的假象, 让他生下了那个孩子, 温若含本就看莫玄宇小, 并不碰他, 倒是把他当儿子看, 莫名其妙让他怀了孕有了孩子也没多想, 倒是更加疼爱, 居然从没想过自己最欣赏的大儿子背着自己做的事, 然而父亲如此信任, 却让温尘越来越愧疚, 要知道, 他的父亲一直是他最为敬重的人, 每次想到这个其实是自己骨肉的未出生的弟弟, 他就有着说不清的痛, 那年好像发生了很多事, 兰启仁的二皇子兰湛被预言惠世君夺位, 兰启仁居然野心那种鬼话, 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, 扔给冷宫的沸飞扬, 不过皇后很快生了另一个皇子却成了长中宠, 所有的好都要给他, 刚满周就准备立太子, 也就是那天, 太子被抱走了, 就像一个恶作剧一样, 还留了一截断职, 皇后当场晕了过去, 他四处搜寻, 终于通过各种线索找到了孩子的踪迹, 可是担心硬抢强了孩子, 他最后想的办法, 大概让他真正失了所有人的心, 他抱走了自己的刚出世不久的孩子, 在混乱中换走了被抢走的皇子, 然而, 他却没能把他送回皇宫, 又被其他一伙人抓住了, 温辰从回忆中醒来, 擦了擦眼泪, 脑子里一遍一遍地闪过那个最爱的人的样子, 他明明才是最无辜的, 自己却夺走了他所有的希望, 再听说了他失了孩子便一病不起, 不久就离开人世后, 他才发觉一切都是自己的错, 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, 从遇到他起一切就都错了, 而最大的错是他还夺走了他的孩子, 其实当初和父亲坦白是不是还更好, 然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, 一切都太晚了, 什么誓死效忠, 什么知己,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, 拦起人根本不差一个孩子, 自己却毁了自己心爱的人的希望, 要了他的命, 他的命。